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从我们的击球区自始至终都保持面向我们的目标 并且保持这个角度 我们在打球千万事不要有这个动作 这个是冲动的 所以我们在挥杆的时候尽量去保持我们的右手腕 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固定右手腕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在挥杆的过程当中 它是尽量是靠在这上面 可以保持它的手腕角度 也进而保持它的干面方向 这个是磨球 是我们的小臂去夹在一起 这样子我们在挥杆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会有任何分开的一个机会 你的挥杆会越来越一致性 这个软度是非常舒服的 靠在一起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压迫感 所以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训练器材